哈囉各位 我是劍聖 在昨天這一個長達9個月的世界賽 終於告一個段落了喔 那也先恭喜PSG跟去年的ROMAXPO一樣喔 幾乎是以王者般的姿態拿下了全部的勝利 那這個影片呢 就要來說說我看完這兩天世界賽的感想 我相信很多玩家對於這次的世界賽應該都會有蠻多聲音的啦 各位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先說說看你們的想法喔 首先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次的比賽是採用全線上賽的方式去比 但因為每個隊伍都來自不同的國家 所以要打線上賽一定會有PIN方面的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呢 在比賽之前官方就有先公告說 一定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這一點我個人認為是非常合理的這件事情 而且也只能這麼做 但這次PIN方面的爭議 我後面的影片會稍微提到 8強賽的第一場是PSG對上中國的隊伍NOVA CHINA 因為中國服大約是半年前才開放的關係 所以NOVA CHINA我覺得在比賽上面來說是相對吃虧了一點 在對戰的過程中也可以看到 NOVA CHINA稍微不成熟的地方 例如說組合啊 還有選角方面 光直接點的意識就數PSG非常多 所以這場對戰呢 毫無懸念是PSG拿下的勝利 那第二場賽事是SK GAMMY對上COME MAGIC 這一場比賽呢可以說是今年世界賽最精彩的一場了 昔日的隊友成為了此時此刻的對手 YDE以及SKYREADS對上TwistTWICK 這場戰役真的是洗白的YDE在去年被稱為過預選手的入名喔 而TwistTWICK在比賽中的操作也稍微搬回了一點他去年的面子喔 所以這兩組不管誰贏了我個人認為都是很好看的 那第一個對戰的模式是寶石模式 前兩把都先被COME MAGIC給拿下喔 比數這時候來到了0比2 那到了第三把的時候 YDE不知道是開了ROM還是怎樣 整個力挽狂然 對線除了贏對手之外 還有餘力去幫隊友貶敵人 而且在後續撤退的升法上也是滿分 我記得曾經有人說過1打3怎麼贏 來YDE教你怎麼贏 真的是一個貶三個啊 不誇張 活身上扛起了狀態稍微不好的另外兩位隊友 最後是以3比2整個逆轉 以得了寶石圖的勝利 這裡真的是要稱讚一下YDE 寶石後三把的發揮真的超乎水準 接下來來到了第二個模式 足球 從去年到現在我一直都在說 YDE的罩門就是足球 我真心認為YDE的隊伍啊 打的最差的模式就是足球模式 而這幾場的足球也確實再度印證了這件事情 SK GAMING啊不管是在打法上還是配合上 完全輸給COME MAGIC一個檔次 一開始YDE的隊伍開大招選擇出血鬼上場 雖然說這一場YDE他們是贏的 但是可以看到YDE的血鬼完全做不了事情 沒有做出任何的COMBO 也打不出漂亮的擊殺 但是YDE他本身的血鬼並不是弱的鬼 絕對是有一定實力的 只是血鬼他本身就是一隻高風險低報酬的角色 在對手出那種極度穩定的組合的情況 血鬼這隻角色根本就做不了任何事情 任何人都一樣 那這一場YDE他會贏呢 主要是靠著他的隊友卡爾在一開始抓到對手巨大的失誤 一個扁兩個然後進球取勝 在拿下這一分之後啊 後續的整整兩分多鐘的時間 SK GAMING都是打不進去的喔 所以這一分是非常關鍵的分數 如果沒有拿下這分被迫打架實在的話 SK GAMING是一定要輸的 那接下來第二把YDE也把血鬼換成了卡爾 雖然SK GAMING有嘗試的去打一些套路 但是從這一把開始COLD MAGIC就完全沒有想要給你機會的意思 並沒有出現像第一把這麼嚴重的失誤 所以後續的幾盤足球可以說是一面倒 怎麼打怎麼輸 足球的分數也就這樣被COLD MAGIC給輕鬆拿下囉 至於第三把的機甲攻堅戰的部分 第一場COLD MAGIC是選擇出基本陣容 保利配一坦 而SK GAMING是選擇出當前最強的三隻角色 卡爾 畢爾 以及布洛克 目前幻論都版本最誇張的三個配件一次出出來的 在這三個配件 任何一個都可以屌打保利的情況 COLD MAGIC的第一把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懸念喔 就直接輸下去了 而在後續的兩把呢 他們也有試著去把他們的組合調整 但調整過後他們還是沒有辦法打1PSG的陣容 所以機甲的分數是這樣子被SK GAMING給拿下了 第四把則是來到了搶新的運河水道 這張圖第一把SK GAMING是出了波可雙彈的陣容 是想要抓對手有可能出地大之類的角色 但是很可惜的喔 COLD MAGIC這也是出了火箭辣椒 還有卡爾 更尷尬的是COLD MAGIC的辣椒還是帶擊退配件喔 所以第一把沒有意外是COLD MAGIC先拿下勝利 但很可惜的後續集場COLD MAGIC的TWIST TREAK表現稍微不好了一點 就算跟YD一樣開了大招 選擇把自己的血鬼拿出來使用 但是TWIST TREAK的血鬼表現真的是落賽 什麼操作都打不出來 不需要說在對手沒有任何控制角的情況 血鬼其實是蠻好去做對面的 你可以賣掉自己第一波的血量 然後去打第二波第三波 用大招來回刷 這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但TWIST TREAK他什麼都做不到 所以最後就被SK GAMING連勝三場拿下來之後搶星圖的分數 以3比1結束掉了這場戰役 接下來就是這次世界賽最飽受爭議的對戰喔 是JUBITER對上INTZ 這兩個隊伍一個是在日本 一個是在拉丁美洲 連線網路差了10萬8千里 所以一定會有一組是要扛著高PIN去比賽的 那果不其然的是日本JUBITER這個隊伍需要扛著這個問題 不然這件事情在比賽之前官方就有先公告過了喔 這是一個絕對不可能避免的問題 以下的科技來說也根本沒有辦法解決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以台灣的網路要連到北美的網路來看喔 PIN至少會從200起跳 嚴重一點甚至會到300PIN 那300PIN是什麼概念呢 以英雄聯盟這個遊戲來看 就是從一個鑽石排位的玩家 變成可能銅牌銀牌的那種概念 我自己平常直播稍微感覺到PIN高了一點 我就會開始挨挨腳了 何況是這種2-300PIN的對戰 一定會玩的跟豬一樣啊 那也沒有意外的 JUBITER這三個人打的確實很差 還有以後這一個人他可是有最強小辣椒的美名 但在這次的比賽中 他完全發揮不出他該有的實力 而後續也把麥克斯和波克拿出來使用 但是也沒有辦法改變任何的結果 因為PIN就是PIN 是一個不可抗拒的因素 但這些呢都不是重點 因為連他們自己都知道 一定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鏡頭take到日本隊的表情 也都是在苦笑的說 真的沒有辦法 那這整個比賽為人詬病的一點出在哪裡呢 就是IMTD的倒戰 在比賽進行到大概第三個模式左右 IMTD就在遊戲的過程中開始刷起倒戰 甚至連遊戲結束後的鏡頭 也是對著攝影機比出倒戰的手勢 我個人當下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也是有點扛不住啊 雖然說在比完賽的當下 IMTD的選手是有直接在推特上面發表說 他們的這個行為並不是BM 而是對於這個遊戲表示抗議 抗議的點可能有很多 可能是比賽的形式 有可能是PIN或是紅WiFi的問題 甚至連平衡性的調整 他們也有可能是抗議這一點 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因為當下畫面呢 Jubiter的選手可以說是已經打得非常痛苦了 那在這個時間點 又被你們IMTD一直刷倒戰的表情符號 所以真的很不免讓觀眾認為IMTD你們是在BMJubiter的選手 那他們到底有沒有BM的意味呢 這個就是自由心證了 但有一說一啦 確實我個人看到的是 從第一把的第一場複蛇大草原 IMTD的選手就在自己被暴打的情況刷過骷骷的表情符號 而且才刷很多個 那在寶石模式裡面啊 IMTD的佩妮可以說是讓超級大 幾乎是在run玩的情況 只是大部分的觀眾的論點啊 還是在於說 他們刷倒戰的時間點 都是在他們開始贏的時候才在刷 那關於這幾點呢 就不知道各位是怎麼去想的了 畢竟這種東西就是見能見智啦 那最後比賽的結果是IMTD以3比1贏下勝利 接下來是8場的最後一場賽事喔 是Tripe Red的對上Crash 這場對戰其實也蠻有趣的 雖然是3比0直接結束掉 但是就是有一種說不上來的趣味 那在講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位特別的選手 就是Crash的VGX 這位選手跟他的隊友一直以來呢 都是Crash的成員 那我對於VGX這一個人喔 特別的有印象 因為他的麥克斯跟血鬼 是真的有點東西的那一種 而在這次的比賽中啊 VGX確實也拿出了 麥克斯跟血鬼這兩隻角色去使用 那為什麼我個人會覺得這場對戰很有趣呢 因為VGX他真的是從頭到尾都在玩麥克斯 除了寶石模式他是玩其他角色之外啊 他其他模式都在玩麥克斯 而且配件呢 戴的不是1配 是戴2配 超能時空鞋 他對於自己的角色在使用上面是超級有自信的 不管是對線贏還是輸 他就是不換角色 那雖然最後的比分是直接被GG3比0喔 跟Nova China一樣 一分都沒拿到 但是在寶石模式的時候 VGX這個人是拿出了血鬼這隻角色 這是我個人認為這兩天表現最好的一隻鬼了喔 因為VGX在對手是麥克斯和史派克的情況 他的鬼玩的已經算是非常華麗的了 只是很可惜的 他的隊友超級不給力 玩波可的那個使用者啊 似乎是不太熟悉波可這隻角色 他的大招開的速度超級慢 你乃不到VGX的鬼就算了 甚至連另外一位隊友BB都乃不到 這場的敗因完全在波可身上喔 非常的可惜 如果那場可以贏下來 MVP絕對是VGX的血鬼 好的 以上這些就是這次世界賽8強的感想 篇幅應該是蠻長的啦 而且也不能夠使用轉播畫面的關係 所以冠亞四強的部分呢 就看這部片的反應如何了 那最後稍微說一下 我對於IMTE倒戰這件事的看法 我個人對於在比賽中比倒戰的這件事倒還好 但是對著鏡頭比倒戰似乎就有點過分了 因為畢竟每個人對於行為都會有不同的見解 更何況是這種一定會有爭議的行為 我覺得今天站在台上你就是一個表演者 用行為表示抗議的力度確實很大 但是後續產生的連鎖效應一定也會跟著變大 那關於這點呢 就看各位是怎麼想的囉 那這個影片就分享這次世界賽的心得給各位啦 那就這樣啦 下次見 掰掰